鄭老師你今天怎麼會出現在這邊 今天是這樣子的 金周刊舉辦了這個2018新能源國際論壇 請到國際級的講者 包括從荷蘭、從德國來的講者、專家 來分享他們怎麼樣推動綠能的經驗 所以我今天是擔任主持的活動主持人 那你今天來到這邊有沒有什麼 令你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 印象最深刻當然就是因為今天蔡總統來 所以維安人員還有金周刊這邊工作人員都非常的緊張 就是因為怕有民眾如果趁這個大好的機會來鬧場怎麼辦 所以大家做了非常非常萬全的準備 還好最後群眾都非常的理性都非常的安靜 那我從這個事情就有一個人生的體悟就是 什麼事情呢我們寧可把它想到最壞最糟的情形 這樣你做了萬全的準備 如果結果很好當然皆大歡喜 如果結果不好的時候 你立刻知道怎麼回應 像我在一開始就有跟工作人員說了 如果有群眾不太理性 什麼丟邪、喧嘩之類的 那我們立刻可以做什麼樣什麼樣的處置 我認為作為一個活動執行者或者是主持人 這一點一定要特別把它記在心中 那今天就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點小小的題目 很大的給我 超級短的